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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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高雄小姐 就高雄港都小姐 對 小話就是這樣 然後我做的是 整口重檢 大概花了110幾萬 你是股性爆牙 所以去做了這個症二手術 所以我坐著睡一個月 他們兩個好勇敢喔 對啊 威光怎麼辦 憑姐你不知道我們的心情 你不知道從女的心情 你貼身力 真的 當你覺得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要記得不要油頭乾淨 然後你不要有瀏海 你要把你的額頭露出來 然後曬一點太陽 連續三個月呢 可以改變你的財運 每個月初八 可以改變你的健康運 歡迎收看 姐妹亮起來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 長相變很大的姐妹團 首先歡迎我們的崔佩儀崔姐 再來歡迎我們的曾亞蘭 還有我們的艾亞 好 馬上來介紹今天專家了 我們的保養專家Sam老師 命理專家湯振偉老師 我說老梁啊 如果聽過一句話就是說 人家說這個人的長相 四十歲以前是父母生的 決定的 但是四十歲之後就是靠自己 自己想要變什麼樣子呢 就是靠你的時間的累積 你每天在做什麼想什麼 慢慢就會塑形成為現在的樣子 這個我相信啦 因為人家說相由心生嘛 是啊是啊 你看我長著長著就變成恐流的樣子 我要回家 剛有吃壞肚子是不是 可以 要回家囉 不是 我跟大家講一下 他其實是亂用成語 因為那個叫做 不是相由心生 要亂用成語 你不相信我可以 你不能不相信在場的這幾位 怎麼了 他們四十歲的前後真的差很大 不然來看一下他們以前長什麼樣子 這是誰啊 第一位 佩儀姐的這張 這張回眸一笑耶 好美喔 那個時候是 那時候是選美皇后嘛 對 那時候是 我是高雄小姐 高雄港督小姐 是 高雄港督小姐 對 民國七十五年那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這個技術 沒有醫美技術 對啊 也沒有什麼 他們長什麼樣子 這是什麼樣子耶 以前是不修圖不修 沒有東西可以修啊 以前這樣子才能上 計車擋泥板 對 那以前沒有這麼漂亮這樣 我看的都是陽陵啦 江陵啊 美平啊什麼的 這些人都是本來就長這個樣子 每一張都是造型老師 特別設計的 你看到沒有 女人花啦 愛在春風裡很多很多種造型 我以前 你以前也是 妳有在心凡 心凡耶 心凡耶 很有料啊 真的 對啊 其實我一直不想做一個明女人 我其實私底下是想說 就是頻繁找個男人嫁了 算了 就是過頻頻繁繁的日子 可是可能我的命 因為我從小是單親家庭 媽媽我從小看她很辛苦養我 那我自己知道我要有使命 我只能靠我自己 就是努力賺錢 然後給媽媽買一個家 我才能嫁給別人 不然我到時候嫁給別人 比方說我嫁給何久 我說我媽要一棟房子 你買一棟房子給我嗎 媽不會 那不肯 對 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家 對 OK的 所以就很辛苦 然後古裝演完演時裝 時裝演完然後禮拜六 禮拜天下去做工地秀 選舉秀 就是要付貸款 是 然後有一次我氣得 那時候我在演女人花 演到晚上三年都回家 就化妝箱一放 我就蹲在地上一直哭 為什麼 就累 一種疲倦 覺得不是為自己 後來我媽媽就說怎麼了 我說媽 我好累 我說 當然我知道我這樣講 我媽媽會難過 可是我必須要有一個快爆炸 因為明天早上六點又要起來拍戲 拍戲都很早 我真的好想停下來了 那我媽就幫我擦眼淚 結果我們兩個母女就 天啊 那時候我雖然漂亮 年輕 可是就是那種 我也不知道該說苦命還是事實 但是我是幸運的 是把觀眾會願意看我 雖然我演反派或什麼 他們還願意看我 我覺得都很感恩 沒有 很漂亮 可是有那個人緣啊 女士的那個緣 沒錯 沛姨真的不要難過啦 你看看後面的 妳會開心很多 不要 不要 好啦 沛姨姐 我真的可以幫妳療傷 妳可以看看我呢 妳就知道妳有多美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那時候真的就是長這樣 結婚照嗎 結婚的時候嗎 沒有 這個是我還沒有鎮牙的時候 這是我老公拿金鐘獎的那一天 對 然後呢 我以前啦 因為我公公那時候 我剛嫁進去的時候 我公公是阿茲海莫鎮 所以我那時候26歲 所以26歲的當下 你沒有照顧過病人 你不會知道病人的狀況是什麼樣 所以那時候我的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我公公就是會忘記 到底有沒有吃飯 你知道嗎 他就會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就變得非常非常的胖 所以醫生都以為我 那時候在哪裡 因為他在出外景 出外景 所以他一個禮拜大概只有一天在家 我公公的親戚很多 所以每天都會來按門鈴 所以大概早上6點多的時候 就會叮噹叮噹 我就下行 因為親戚就來了 他就會問我公公說 你有沒有吃飽啊什麼什麼 他說沒有 他都不給我吃飯 他說我沒有給他吃飯 對 然後我就說 沒有可能有吃過忘記了 對 他吃海莫鎮 對 然後我有一陣子非常的辛苦 因為醫生說我公公太胖了 然後那個血壓跟膽固醇都過高 對 然後他說這樣不行 那這已經胖成這樣 還指責他沒給他吃飯 對 因為我公公以前一碗白飯 像我們白飯不是都這樣平的嗎 我公公是煎起來的 每天每一餐都是這樣 對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你不能讓他吃那麼多 要讓他減量 所以我就把他白飯減量 然後他說他因為有糖尿病 不能吃餅乾 所以我把他餅乾都收起來了 因為他非常愛吃餅乾 就是很嘴殘 然後我一天就給他一點點這樣子 後來他真的兩個月左右 他本來八十幾公斤 然後瘦到大概七十五左右而已 我覺得瘦得很健康 很剛好 對 但是親戚來家裡的時候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沒有 因為爸身體不好 什麼什麼 然後他說 那你還是要照顧他的營養 他這麼瘦這樣子 對 很崩潰 然後我公公又說他都沒有吃飽 然後我又不給他吃零食什麼的 然後我又沒有人可以講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朋友 只有自己一個人 對 昌明哥又一直躲在外景 對 所以後來我照顧他 我也得到猶豫症 你自己太大壓了 真的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如果沒有陪我公公去散步 親戚就會打電話到家裡說 你在忙喔 很忙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就會 親戚也管得蠻多的 就我沒有婆婆 可是我有很多的婆婆 很多外面的婆婆 對 所以就壓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就是那種小媳婦型的 是 有心事沒有地方訴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變成 我老公每次出外景回來 我就會跟他吵架 然後只要一吵架 就是那種不得了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驚覺 為什麼我老公會發現我憂鬱症 因為我們只要一吵架 我忍不住 然後你沒有辦法宣洩 你只好就是傷害自己 對 所以那時候 我才去開始看精神科 有看精神科 不要這樣傷害自己 是不是 但是都過去了啦 對不對 下面這一位呢 他要展示出來的照片 我跟你講壓力比你們兩個還大 剛剛前面兩位姐姐 根本就是美女的故事 哪有 你也是美女啊 你才美好不好 我小的時候一直抱牙抱到二十歲 然後所以我剛出道的時候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是可愛型的耶 還蠻日系的啊 有 突然很安靜 你說蠻日系的 不是很日系嗎 對啊 來來 讓我聽我 還是那個美少女 頭髮啦 我覺得頭髮 我以為倒來一下 其實我出道以前 都是那種自欣欣爆棚 因為從小到大 沒有人告訴過我抱牙 你很不禮貌 抱牙的時候嗎 那個時候我們就認識啦 你問他 那個時候就在偉東哥公司 然後我們 算同門啦 對 同門 他是師兄 師兄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像是 井底之蛙的那種感覺 就是人外有人 因為一進演藝圈之後 就發現原來 有這麼多的女生 都這麼漂亮 因為上電視就是 就是跟一般的標準不同嘛 然後當時來節目的 第一批的這些女生 那時候不是要當明星 可是後面 因為節目紅了 後面來的都是 模特兒經營公司啊 什麼公司的 然後笑花啊等等的 來越多 你就會回家越難過耶 因為才會發現 你跟別人就是有差距啊 有比較就有傷害 就有傷害 而且那個時候 還沒有那個Facebook那些 都是家族論壇 然後都會有很多人在上面寫說 那個小白一定是跟蜘蛛人有一腿 為什麼他一天可以錄那麼多集 他一定是靠走後門 他長這樣耶 然後還有什麼說我 這邊外帶很多食物啊 好壞喔 怎麼說好壞喔 講話落空啊 小陽哥你笑得真的太好 我誠心的祝福 你那時候覺得他是可愛型的 還是也是很漂亮皮膚白白的啊 然後很討喜這樣 因為他那個時候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團員嘛 比如說康茵茵啊 夏雨昕啊 他算是比較活潑有趣的那一型 好壞喔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形容 就是他活潑有趣 大概跟小優大概是同一個類型 砸板子 砸自己的板子 不是 可是因為 我覺得那個時候剛出道 然後又出生之毒不畏虎 然後又其實抱持著滿滿的熱情 所以我被打擊的時候 我真的都沒有到太難過 那滿好的 然後都是我媽媽我姐姐他們上網 然後看到那些人罵我的時候 我媽媽真的會以淚洗面 就說我一個漂漂亮亮的女兒 怎麼被人家講成這樣 而且她是他們家最小的 對啊 她跟那個姐姐們又差很多 對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剛出道的那一段時期 小優跟他們組團體 我們的團體是負責幫他們暖場的 他們去跑校園 所以那個團體裡面要幫他們暖場 我們是暖場嘉賓 而且你知道他們是坐保姆車喔 他們是坐保姆車到現場 我們是五個人開車 自己開車 然後還要沒有錢 然後自己裝髮好 然後上台幫他們暖場玩說 歡迎金星廳當海 歡迎他們這樣 有 我們是巨星的規格 對 我印象中 我們只有三個男生都穿著一身黑 就在戴空氣 我們那時候出通告 每天還要去東區最貴的那個髮廊 那邊弄頭髮 弄完了以後 還要坐港星保姆車才出發 對不對 後來中文部整個就收掉了 所以演藝圈那個時候 真的很缺男團喔 對啊 我們那時候跟Energy在拼的 好害怕喔 Energy現在很紅耶 人家都現在那麼紅 對啊 所以我們差不多也要開始了啦 差不多了 那你要可以三十二噸啊 三八喔 練一下練一下 今天都不用好不好 不過剛剛有講到 真的是這個向游心聲 我們要問一下專家 這個真的會影響到心境嗎 老師 其實向游心聲就是說 你的內心呢 看到你自己的臉像的投射呢 你自己也會感覺自己開不開心嗎 但是我覺得向游心聲呢 眉毛看的就是我們的 心性的位置 對 善良的意思嗎 開闊 煩惱多不多 煩惱喔 對 我們不是有一句話說 對 如果當你常很多煩惱的時候 你就會眉頭深塑 對 我很習慣性 只要一專心 我就會這樣子 對 然後會不會這樣 那個雅恩姐的話 你看她這個眉頭 常常就是講話的時候 就會這樣皺在一起 對 對 很容易不自覺 所以代表說你的心性呢 是長期累積比較煩躁的 你就會這樣 所以我們常講 如果你眉頭呢 是比較開闊的 如果說你的手指頭放上去 有一根半以上或兩根 代表你這樣的人呢 比較想得開 你跟他開玩笑啊 你跟他做什麼啊 他好像就 哈哈哈哈 就戴過了 翔哥你現在是五根還是 但如果呢 你只有一根手指頭的話 太近 就是表示他這個人 比較憂愁 對 所以那有的人假如說 太近了 但他把眉毛修一修 有沒有幫助 會有幫助 會有幫助 所以你發現 如果說他眉頭深塑的人呢 如果他有一根紋路有沒有 或兩個紋路 什麼玄真紋啊 八字紋呢 代表他比較容易 會有一些官非問題 那也有人穿字紋耶 也算 就是這邊有紋那個 穿字紋也算 男生的話 就特別容易會有小三 對 比較容易會有這些 就是 趕快看一下 我老婆有沒有 沒有 不會啦 約欣梅上次就說 我說 他不會有小三的啦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對 真的 那有不花錢的 現在考慮是不是 不是 幹什麼東西 揭那麼緊幹嘛 大考慮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 這部分你就免疫了啦 對 九分 我們來看一下眼神 因為剛剛眉毛看星星嘛 眼神看什麼呢 看你的心素 心素 真的喔 心素正不正 看眼睛 對我們這樣 有的人眼睛看起來就是斜斜的 有些會飄有沒有 還有什麼三白眼啊 有沒有 上面三白跟下面三白 所以你會發現情緒呢 比較容易激動的 或是常常會上社會事件的 他通常都會有三白眼 有沒有 他可能控制不住這個情緒 上下左右都白嗎 上面三白的話呢 代表說這種人是激不得的 對 但下面三白的人他會忍 其實下面三白的人 他是很有人緣的 長得可能也帥也漂亮 但是呢 他是屬於那種累積久了之後呢 突然 爆發之後 可能在外面幹嘛 突然之間傷害你 都有可能的 所以下面三白的人呢 他是愛一個人 會愛得非常執著 對 而且一定要愛到底 對 所以眼睛可以看這個人的心素正不正 好 好 來看一下呢 有時候我們看我們的面相 也要看他皮膚的狀態 如果說你的毛孔 比較粗大的人 個性比較急 老師大概要多粗大 其實一般男生都會 肉眼看得見了就好 對 肉眼看得見 對 所以如果毛孔比較粗大 他個性比較急 他想要做很多事情都很快 然後比較沒有耐心 對 然後他就想要趕快把這個事情完成 然後他可能也不會聽你講任何一句話 對 所以毛孔粗大的人個性比較急 好 那如果呢 皮膚比較暗沉的呢 天生暗沉就是很操勞 很操勞 對 還有就是 白為貴 古代講黑呢 就比較有奴性 而且你自己也 你自己不做 你也會很難過 因為他天生就有奴性 好重喔 就是你不做 人家看你黑 你來做 什麼好準 什麼意思 真的很準 因為我皮膚是那種 比較暗沉比較蠟黃 所以我就是那種 真的奴性很強 我到朋友家裡 看到朋友家裡的廁所很髒 我就受不了了 真的 我老公在外面打麻叫 我看到朋友廁所很髒 我就開始直接起來刷 然後刷得整個廁所好乾淨 我老公去上廁所說 天啊 怎麼不一樣 別人家的廁所 美女不是天生的 她們都是逼不得已 講話就是這樣 然後我做的是 整口重檢 大概花了一百一十幾萬 妳是股性爆牙 就去做了這個症候的手術 所以我坐著睡一個月 他們兩個好勇敢喔 對啊 我一掛怎麼辦 菱姐妳不知道 我那個心情 妳不知道從女的心情 妳貼身力氣 真的 真的 妳知道 我就開始直接起來刷 然後刷得整個廁所好乾淨 我老公去上廁所說 天啊 怎麼不一樣 是不是很難 所以我們在年輕階段的時候 就是說如果是 有人說有人命比較好 有人比較苦情 可是接下來的人生長相不一樣 會 真的會改變嗎 其實因為我是38歲 遇到我老公也叫Sam 然後就生了貝克宇以後 我就在家裡 因為不拍戲了 然後我就餵母奶 因為要吃的比較營養 那又不常照鏡子了 也不化妝了 對 久了久了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後來我真的驚覺到 我自己不對的時候 是貝克宇讀國中的時候 她的教室在四樓 我去買了一套很貴很貴的衣服 因為是學校園優惠 大家也知道她媽媽是崔佩儀 我穿了一個高跟鞋 爬著爬著到四樓的時候 我穿這個 哪把扇子在那邊一直扇 你知道這不是大媽是什麼 其他的同學 可能都沒那麼老生小孩 都是像你這樣穿成漂亮 明年取牛仔褲 就媽媽也不用打扮 我大濃妝都已經花了 就一起拍照的時候 就我很寬你知道 就反正後來就覺得 我真的該減肥了 我真的該注意我自己的整個儀態狀容 因為我先生都完全沒變 我就整個走三走的 可是那個時候是我很快樂 我最放縱自己的時候 對 我自己也是 就是那時候我自己覺得 我的臉真的就是很苦命的臉 然後我老公也覺得 他看得很不舒服很不開心 他覺得每天都愁眉苦臉 後來他就說 你去找你喜歡做的事情 是 就是做開心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很想怎樣 因為我真的很自卑 那我那時候也沒想太多 我就去我們家樓下的牙醫 就隨便找了一家 然後換了前面四顆牙 我一換之後 我整個下巴掉了 什麼叫下巴掉了 下巴掉了就是 你講話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咬河頭 對 不受控 你沒有辦法控制你的下巴 然後我講話就是這樣 然後我為什麼會自己發現 因為我那時候 就會上購物台什麼的 然後上電視 我就有一次看到 我自己在螢幕上 然後講話一直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怎麼會這麼誇張 我沒有想到會這麼嚴重 然後所以後來 可能運氣那時候真的很好 遇到一個醫師 然後他知道我的狀況怎麼改善 他就說我願不願意 讓他試試看 我說好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後來他就幫我弄了之後 四個月後 我整個人 真的差很多 因為你看喔 我以前沒有整牙的時候 你看我的牙齒是整個平的 因為基本上如果你的牙要漂亮 是要有微笑曲線的 可是我那時候 對 是沒有糊度的 可是我整完四個月 這是四個月 可是我的蘋果肌就上來了 而且笑起來 下巴也變比較尖 笑起來就是欣欣有自信 這個是整完四個月 可是我現在是整完十幾年了 所以我現在的臉更尖 做的那個叫什麼樣的一個手 我做的是 就是因為他說 我的牙齒的排列已經跑掉了 是 所以我上面跟下面沒有辦法咬合 所以我沒有辦法咬合的時候 我的下面就會這樣子一直拖掉 對 應該要花不少錢耶 很多錢 我大概花了一百一十幾萬 對 可是我後來弄完之後 我整個人氣信心大增 信心大增之外 我的工作是現在的十倍多 十倍多 我那時候年收入都快比我老公高了 天啊 對 真的不一樣 可是雅蘭真的是越來越漂亮 真的 謝謝 所以你之前什麼憂鬱 什麼感覺不出來 對 我以前是真的很憂鬱的人 因為我A型 我非常愛鑽牛角尖 真的 而且我要求很完美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很討厭 我自己這樣的個性 可是我一直在改變 對 所以我現在越來越樂觀 我覺得很大的功誠是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是一個非常樂天 他的眉毛大概開在這裡 因為他非常非常的樂觀 所以他會一直拉著我 一直拉著我 所以我憂鬱症很痛苦的時候 都是他在拉著我 好棒 對 所以我其實蠻感謝他的 很棒啊 對不對 相輔相成嘛 真的 那艾亞還有什麼事嗎 要先走嗎 再來就是我的那個啊 辛苦的過程 因為那時候我會去整牙 會去做手術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韋鐘哥 然後韋鐘哥有一次就看到 我就說 丫頭啊 你現在就是70分的女孩 如果呢你去弄牙齒弄好 絕對90分 不要跟我講 然後我就真的是 毅然決然覺得好去 可是看牙的這個過程 等於是說 每進一間牙科 你就會落著淚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當時就想說 我是抱牙嘛 那我應該就是 戴牙套應該就會好 就去矯正一下就好 那我去第一家牙科 他就跟我說 你的這個個案比較嚴重 你是骨性爆牙 就是我是骨頭的 對是骨頭凸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牙科沒有辦法幫你 你需要聯合那個 症二手術 就是爐內的手術 才有辦法治好 那是大工程 對 就變成是一個大工程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再多看幾家 然後就這樣看了 十幾個牙科 大家都跟你說 你這個沒辦法 太嚴重了 所以我就在我們全家人 都阻止的狀況下 就去做了這個症二手術 你就想像一個健康的人 被推進手術室 被亂拳打壞的送出來 它其實就是一種削骨手術 可是大部分的人 都是削外側嘛 可是我是削上二 加上把中間的骨頭 截斷拿掉 然後開這邊的刀 就是會變成血塊啊什麼的 都會堵住你的呼吸道 會往上穿 所以不能躺 天啊 因為我只要一躺下血塊 就會把我自己悶死 會倒流 然後當時 所以妳也不能這樣趴在桌子上 完全不行 妳整個人真的是 腫成豬頭送出來 我每天以淚洗面 因為妳看著鏡子就是 眼睛已經腫到剩一條線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腫的 嘴巴兩個是這樣翻的 然後會掉得這樣 就是像顏面神經失調 嘴巴都也不能打開 因為我牙齒還要被綁起來 然後我媽就會把那個消炎藥 最小顆的藥丸 要掰成四半 然後用丟的 用丟的 用丟的 因為我只能這樣開眼睛 然後她就會這樣子 用頭直的方式 才能夠讓我吃下去 為什麼不磨成粉呢 當時好像沒想到 對啊 對磨成粉 然後用洗管喝水 打進去之類的 後來媽媽也去參加中華植來 我媽都不敢讓我爸爸 看到我腫成豬頭的樣子 因為真的很可怕 那就這樣子在家裡休息一年 而且她這個很危險 因為她會有很多的神經 會沒有知覺 我現在就是一個後遺症 就是下巴沒知識 你看 因為那時候醫生就有跟你說 我覺得他們兩個好勇敢 對啊 其實我覺得當藝人 不管醜或漂亮 只要有自己的特色 觀眾朋友就會喜歡你 你萬一要是怎樣 萬一掛怎麼辦 佩妮姐 妳不知道我們的心情 不知道仇女的心情 妳真的不能懂我的心情 我也是仇女啊 妳貼身力氣 真的 好勇敢喔 那個時候我手術完了 然後付出之後 我就拍了寫真集 對 就變成這樣了 很漂亮喔 性感的感覺 然後呢 變成這樣的時候 妳以為我會變得比較有自信嗎 應該是覺得無死角 怎麼都好看 對啊 沒有 每天照鏡子就覺得 這邊好像不太對稱 我那時候就開始熱衷醫美 因為我就覺得 我鼻子應該要再高一點 然後我這邊要再對稱一點 我還有去埋過線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兩邊臉不對稱 那個埋線真的好可怕喔 它就是從你太陽穴那邊 打陽腸線進去嘛 那因為從耳朵旁邊進去 妳就會聽到滋裂的聲音 因為我跟妳說我看過 對 我看過 它就像一個勾針 然後這樣一個一個 這樣把妳打進去之後 妳就會感覺到 那個線在扯妳的肌膚裡面的紋理 但是妳就這樣看著鏡子 妳知道有多變態 很痛啊 然後妳會聽到那個聲音 妳沒有嗎 很像腦子進水的聲音 你知道嗎 因為它就會有一點刷刷刷的 有一點像東西去勾住 然後妳就這樣 它在勾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妳的臉 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了 再拉一點點 有點像木偶 對 類似這樣子 然後是養長線 它就打進去勾 然後那個時候 就有點變態 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再弄更對稱一點 我的工作 就會更一帆風順一點 那個時期 我覺得就有點病態 我覺得是妳心裡 對 可是妹妹是要演戲 她就是要真實 對 妳該幾歲的人 有皺紋什麼 妳整過以後 妳演戲是會很 對 看得出來的 對 看得出來的 可以一點 妳聽他們兩個講完 妳會覺得 妳省了好幾百萬 對 不敢 沒有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真的會變態 而且那個時候 我就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還會不敢測睡 對 因為醫生說 如果你長側一邊 這邊臉就會壓到有紋路 所以我每天睡驚醒 我就會把自己扳正 一定要正躺 永遠只躺側臉 這邊的臉會比較大 低性引力 對 所以妳這邊的臉會變多 好辛苦喔 對 所以我們都要正躺 你們講醫美之前 其實那時候 有一陣子是很流行整牙 對 很多人戴牙套什麼 對 但是我想問專家 老師 就是整牙以後 真的也會改變一些命運 或是什麼嗎 絕對會改變 對 因為其實牙齒 代表就是內學堂 內學堂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外名堂跟內學堂 它代表就是一個人的 學習能力 跟你的自信心 還有什麼就是 你會不會為別人做假 而得不到回報 其實通常我牙齒 比較牙縫大的 或比較爆牙型的 比較凌亂的 它這一輩子都是為別人付出 但是它不一定會得到 別人的認可 相對的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直希望 別人可以認同它 所以它就只能不斷地做 不斷地做 那牙齒呢 天生比較整齊的 然後比較緊實的 代表什麼呢 它天生就有這個貴氣 它可以想現成的福報 是 我聽我媽媽老人家講過 就說很希望有一個好的人 笑容也很重要 對 不過因為其實笑容 跟你的臉的那些 可能老化也有一些關係 所以不可能24小時都在微笑 對啊 所以有時候你沒有在做表情的時候 你的嘴角可能因為老化 會慢慢往下掉 對 所以要怎麼看呢 你要沒有做任何表情 你的手直接放在你最處 你中間這條線 當你的嘴角已經垂到 你的平行線以下了 表示你這兩塊已經掉下來了 對 那如果說你本來就已經有 常常做保養品 有在按摩啊 有些儀器什麼 我覺得都很棒 然後像簡單的方式就是 比如說你可能在看電視或幹嘛 你可以兩邊交替 你可以四個拳頭 就這個直接的地方 然後從我們的嘴角這個地方 小拇指的地方有沒有 就靠住有沒有 滾上來放著 這是按摩嗎 撐住的意思 它撐它的屑點 那我們可以這樣募影嗎 按壓它的屑位 對 這樣媽媽會不會說就是這樣 對 往上提 對 45度腳 這樣會被媽媽打 因為你沒有要摩擦 所以它就定點的屑點 就可以這樣放 就可以看電視 等換下一段廣告 才換回來 變美還有這一招 連小郎哥都有得救 你也不用手去撐它 你哥現在在努力嗎 回去 來得及嗎 老師 可以... 可以是吧 空在那一面 我們會有見到光明的一面 謝謝 好 定點的屑點 都可以這樣放 就可以看電視 等換下一段廣告 再換回來 就是說你可以一邊... 這樣錄影滿有趣的 對 等於說你可以一邊 看電視可以一邊做同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還滿好的 對 不用... 不用這樣 你回去可以回去再做 回去再弄是吧 那你慢慢的話 你會發現你這個嘴角肌這一塊 它就會... 稍微會往上踢 因為這邊也是有嘴角肌的訓練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下巴輪廓這個地方 你可以... 手掌頂住你的額頭 你的手掌跟你的臉 互相對抗 你對抗的時候 你的脖子這邊就出力了 有沒有看到 出力之後這個地方會往上縮 它等於說會幫你做這邊的肌理運動 對 那我個人就是 你懶得用手 所以我就去頂牆壁 我覺得很方便 頂牆壁用額頭去頂牆壁 對啊 你就幫你本書啊 就頂著 你也不用手去撐它 頂個五分鐘這樣就好了 真的是面壁對不對 對 每天用每天用 我覺得它的效果還是會出來 但是... 來得及嗎 老師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對 持之以恆 總會有見到光明的一天 謝謝 對 但是剛剛聽到三位姐妹 都講到以前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目前我現在看過去 三個都超漂亮的 是 到底他們做了什麼 讓自己呈現現在這麼漂亮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我是從內在 改變我自己的心境 然後都是正面能量 我以前會想要試著改變我的先生 我的小孩 比方說做有做像 不要過翹腳 早一點睡覺 不要玩手機 就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因為在一直抱怨的時候 你是不快樂的 那孩子要學什麼 我也不會說你不能學這個 你應該學這個 用我的人生價值觀去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孩子跟老公都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媽媽也走了 就剩下我一個那麼大的家 就剩我一個人的時候 剛開始會很負面 可是後來我發覺 其實我這一輩子都在為家人活 然後我60歲到80歲 這是我人生最黃金的事 我能夠吃 能夠走 能夠玩 因為人生是無常的 是 我現在也許是老天爺放我大家 比方說 我有時候會跟演藝圈的誰啊 比方陳美鳳 藍西美鳳 或者高一萍誰 我們都會出去吃法國餐 這是以前我不會做的 或者出國玩我不會做的 什麼南模會館不去做 不行 要手附到 有什麼剪影 有什麼剪影 沒有人在聊這個 反正就是 我覺得我現在很開心 就是我想今天跟朋友約一約 走我們去吃海鮮 出手就走 對 說想接戲 我可以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 因為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包括今天來學 我又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我是一個有用的人 那艾亞也是吧 艾亞很漂亮 很漂亮 超好的 又年輕又漂亮 這副業也做得很好 真的 真的 我覺得我過了那個醫美時期 就是吹毛球姿的時期 因為我中間有一段時間 其實我就有去大陸拍戲 然後就拍了很多那種武打戲 就是為了想要挑戰自己 找一些不一樣的可能性 然後那時候我在北京住了快四年 結果後來要回來前 就是我爸那時候失智比較嚴重 然後姐姐他們就建議我說 回來陪爸媽 那我慶幸我有回來 因為我一回來隔沒一年 我媽媽就過世 再隔一年我爸爸也走了 那這一段時間其實是我人生 應該最低潮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 我媽媽過世之後 我就遇到我老公 那時候是我在我人生最混沌 然後已經不知道 要為了什麼而努力 那時候漂亮不漂亮都已經不重要了 每天能夠正常生活就了不起了 對 然後後來我老公就引導我 問我說 覺得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就說我媽媽對我來說很重要 他就問我想念媽媽什麼 我說我想念媽媽的味道 所以我才會創業 就是做了自己的片拍 就是為了想要跟媽媽的連結 永遠不會斷 然後我也為了他努力讓他看到 覺得很驕傲 所以創業後我發現我沒有那麼在意 長得漂不漂亮了 然後但是我早上起床 還是會對著鏡子說 真能量 沒錯 艾亞我們現在看到你就是一個 溫柔又堅定的一種 你有自信心的女生 對 看起來有嗎 有 有 白莉桃的 對 我覺得人生就是會迷惘過年輕的時候 因為追尋自己 然後你也會想要知道 什麼適合自己 什麼不適合自己 所以我從那裡賺錢之後 我就非常愛買東西 不管是用的也好 然後保養的也好 吃的也好 我就是覺得我什麼都要試過 什麼都要買過一輪 然後以前買這些保養品 冰冰冰冰 我也是真的沒有在手軟 因為我媽媽也會用 所以我就會買很多 然後從開架到專櫃 到那種什麼醫美沙龍的 我全部都會買一輪 然後可是我發現 越用越多 不見得你的狀態會變好 然後後來我就知道 我碰到一個皮膚科醫生 他就跟我說 我的皮膚狀態很不穩定 我就問他 我說我到底應該要用什麼 你看醫生我試過這麼多了 他說那你要不要試著化繁維碱 就是只要洗淹洗乾淨 然後擦防曬就好 你怎麼知道 他就是清潔跟最簡單的防曬就好 我就這樣子做 然後直到現在 我覺得我的狀態真的還不錯 而且我前一陣子 就是我去日本玩 然後我一個日本朋友 就是我在他家住 他嫁到日本去 然後他皮膚也是越來越好 然後我去他家之後 我就一直在看他的洗手台 然後我就發現一個 茶香味的香皂 然後我一開始拿起來 想說這可能是肥皂之類 就沒有 他是洗顏皂 他是洗臉的 我就拿起來洗 洗了兩天之後 我的皮膚整個白亮 我就問他 他說那個就是他搬去日本之後 日本的節目介紹的一個香皂 然後他洗了一段時間之後 臉的狀態真的超級好 然後他就把香皂也送我一份 我也帶回來 我分送給我身邊超多姐妹 現在他們都跟我一樣 全部都化繁維碱的保養 想知道是什麼嗎 當然啊 我有帶來 一顆香皂就可以搞定 這個一定要知道的 對喔 一定要是姐妹分享的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你說 遠渡從洋從日本來的這個洗顏皂 是的 你們有沒有聞到淡淡的清爽的香皂 有 香皂自然的味道 好香喔 自然的味道 你們知道嗎 他在日本 光是在日本 就已經賣超過1700萬顆 哇 100萬耶 1700萬顆 而且每一年直到今年喔 已經拿了14年的金賞獎 到現在都還在拿喔 然後我覺得它不只就是 普通你們聽過的這種洗顏皂 它的泡沫呢 就像是美容液的概念 然後它也經過日本機構的實驗證實 它會讓皮膚變得更明亮 然後也可以淡化因為乾燥引起的小細紋 更特別的是呢 它的這個美顏小綠皂呢 有最頂規的綠茶萃取物 然後是萃取來自路爾島的無農藥栽培 最高品質的綠茶 而且 據說是日本第一的含量 含量日本第一喔 然後所以它才能夠成就這一顆 美顏小綠皂 你看那個茶園 光得有那個茶香味 跟我的衣服好搭喔 這顆水皂也跟你們的衣服好搭喔 太適合了吧 因為它就是路爾島來的嘛 然後呢 如果你用茶皂洗眼啊 皮膚就會變得更淨白 更清透 再加上它是荷麗他命集團處的牌子 我覺得用起來就非常的安心 大品牌 真的也太像 跟我衣服實在太大 很大耶 真的 這麼好時髦的感覺喔 好時髦喔 真的 我好喜歡聞這個味道喔 當然 然後剛剛之前是說說 擔心它會不會清潔力太高 洗完臉會很乾澀 對 會太緊繃 不會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其實你在洗臉的時候 你只要好好的起泡 你這樣輕輕地按摩洗完 皮膚不僅不會乾 而且反而會帶來更好的保濕 你在按摩的時候 基本上並不是說 我的泡沫在這邊 然後我用手去把泡沫壓在臉上 不是 我是靠我的泡沫在這邊 然後我用我的手 去滑動我的泡沫 用泡沫洗臉,不是用手搓 然後按的時候 這個泡沫就會吸附你毛孔裡面的髒污 對 同時它的保養成分就會透過你的按摩 輸送到你皮膚的底層 底層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早晚都要好好選擇一個 合適你而且很好的洗臉產品 洗對洗臉的產品 對於美容有很大的幫助 沒錯 對 來講到泡沫 它真的是日本來最扯最扯的美顏罩 因為它的泡沫很綿,很堅挺 比蜘蛛人還能對抗地心引力 真的 蜘蛛人都來了,你看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會是這樣一組 它都會附一個這個 對,一個起泡網 然後它這樣子 這個時候我們就先把起泡網沾濕 是 把它這樣子放在上面 對折之後呢 對 搓揉一下 感覺好像好搓 泡沫也出來了 好快喔 出來之後呢 暫時放個旁邊一下 你看那個這樣也是 我們就開始搓它 厲害耶 它會越多 越多 好多包包 你看它的手 而且很綿對不對 又這樣從附近 對 真的很綿耶 而且它剛剛那個網子 它也把它瀝乾 你知道嗎 我先第一次給你們看 這樣就耐一周圓了耶 這感覺好像去髮廊洗頭的 對 那個泡沫有那麼多 然後你就可以重複幾次 好 你看 你看 你看它泡沫站得住耶 對 它沒有斷耶 你看 好強喔 不要怕,不會掉 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玩一個遊戲 叫做泡沫接力賽 來 泡沫接力 它不會不見喔 甩到小楊哥臉上 下一位 接去 轉給我吧 那我們這邊也要接過來嗎 好 你看 不會掉 你看Sam老師 真的耶 小楊姐看 好好玩喔 真的耶 好療癒喔 我忍不住想要給一口 好想吃喔 而且你有沒有聞到它那個茶香還在 等一下,真的嗎 對 它這個綠茶茶香 對 好,還有一個實驗叫做 泡沫黏性度 因為它如果黏性夠好 是不是就會完整地附著在你的臉上 好,我們要看 那我們先來看一個 這個是他牌的喔,各位 對,他牌的 這是慕斯的那一種 對 然後那一坨 這個也可以洗臉 這個已經起泡好的 然後你都借我就好 這樣就沒有作假幹的對不對 來,一坨給我 看起來好像都是泡沫 都是泡沫 看起來外觀是差不多 對不對 好,見證齊齊的時刻 它要往下掉了 它整坨要往下... 對 魔術 魔術 它吸附不住 它掉下來了 快不行了 是吧 對 滑下來 而且那個都沒有動耶 你看小地方的泡沫 是不是跟蜘蛛人一樣呢 而且你看它已經多久時間了 對啊 因為它就可以跟你的肌膚貼合得更久 就可以好好發揮清潔力 同時它裡面的美容成分 就可以好好的被吸收 我們裡面就是有加了 九種的植萃成分 它就可以把這個保養成分 動到你的皮膚基底 那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洗臉的時候記得是 用泡沫洗不要搓揉 只隔著泡沫在按摩 用泡沫按摩你的肌膚 用泡沫去搓揉啦 不是用手掌心 對 所以你先把泡沫在手上 均勻地往點上 稍微放上去之後 就慢慢地去做按摩 泡沫是高彈力的棉細泡沫 所以它就會幫助你吸附毛孔裡面 所有的髒污出來 對,按摩就是這樣隔著 好可愛喔 然後你們看喔 最神奇的事情是 眼睛也可以洗 它這個不會熏眼 真的嗎 因為它是自然的成分 日本做的東西 然後加上很好的綠茶 完全不會熏眼 眼睛有不舒服嗎 完全沒有 你看眼白都白的 不舒服就會紅紅的 對,還是看到我會不舒服 看到有點比較不舒服 好喔,我要來洗點了喔 好喔 光是聞到這個味道 就有點療癒喔 對耶 我覺得皮膚好像特別地清潔 也很好清潔,你看到沒有 很好清,對 它不太會可能清不掉或什麼 是 它一沖就沖完 這個光已經爆掉了耶 天啊 這個怎麼比化妝還要更... 而且你看到我的眉毛 已經全部都洗乾淨了 對 好誇張喔 天啊 好乾淨喔 這皮膚好細喔 真的耶 我想想買耶 而且要用 重點是它這個也太省了 各位 剛剛那樣說 它還是完好如初的 對啊 還是一樣大塊 對 完全沒有那種緊繃的感覺 好,來,老梁,你摸一下我 怎麼樣 眼臭到很細對不對 對 好像摸到... 而且它的皮膚變得好透喔 沒有,好像摸到 嬰兒的那個嫩嫩的那個 妳要在屁股 對 還有點水分的那個 對,有點QQ的 我覺得洗完之後 就是那種暗沉 好像有點改善 而且膚色是不是有亮一階的感覺 有 比剛剛化妝還亮 這種光澤就是 你只要把臉洗好 就會有這種水水亮亮的肌膚 而且用這個可以順便美容的 美顏小濾照 不用開濾鏡就可以有好肌膚耶 是耶 看到沒有 洗臉的學問就在這裡啦 只要洗對了 就可以更靠近孔流一步啦 謝謝 靠近我一步 謝謝艾亞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你看亞蘭也是越變越好啊 對啊 妳做了什麼改變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的改變 真的是滿大的 因為心態要調整 因為那時候 我不是整完牙之後 然後真的人氣真的越來越好 然後副業真的很多 我那時候有拍 然後服飾 然後演藝圈業配什麼 就是反正很多 我一個禮拜幾乎修不到一天 對,然後尤其是我的服飾 我的服飾量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到最後最後的時候 我服飾做了大概快八點 第八年的時候 我一度一進到工作室裡面 聞到衣服的味道 看到衣服 我就開始吸不到氣 喘不過氣 那是有壓力的 真的,我有一次進到裡面 然後我吸不到氣 然後我就蹲在地上 然後我老公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來陪我 他說你怎麼了 我說我喘不過氣 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後來 後來我就生病了 我就覺得 我不能這麼壓榨自己 對 我就讓我自己的步調變得比較慢 回歸自然一點 然後放過自己 因為我以前對自己要求太高 所以我現在就是 不要做到滿分 八十分就好 對 所以我就把服飾收了 然後把要調整的工作 全部都調 我只做我喜歡的工作 開心就好 所以我那時候 腹腹其實蠻嚴重的 我現在已經好七成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對自己好一點 然後凡是看開一點 就會好了 你看後來的照片 你看氣色就不一樣 對不對 運動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 後來我這樣子調整之後 我覺得我的臉 感覺那個笑容 也真的 臉都開了 對,都開了 因為我以前的眼睛 是這樣子很鬱族的 然後不笑又看起來很兇 所以很多人說 我看起來就是好像 人很好的感覺 不是啦 那最後要請問我們湯老師 好的 那既然相由新生對不對 有什麼呢 可以扭轉命運的方式嗎 好,我覺得第一個 當你覺得運氣不好的時候 你要記得 不要油頭嘴臉 然後你不要流瀏海 你要把你的額頭露出來 然後曬一點太陽 對 把額頭露出來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 今天什麼妹妹頭 或什麼的 可是當你如果說 額頭蓋住的話 我們的這一個好的運氣 也會被遮擋住 所以要記得把你的窗簾拉開 然後第二個話就是說 當你運氣不好的時候 可以去剪頭髮 或懶頭髮 對,改變一下髮型是很好的 對,因為把我們這個晦氣呢 三千凡老師把它剪掉 那提供給大家呢 每一個月的農曆呢 初五 它是財神有關的 這樣的一個日子 所以連續三個月呢 初五去修剪頭髮 可以改變你的財運 然後呢 每個月初八 可以改變你的健康運 同一天連續三個月 然後再來呢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一定要多微笑 努力讓自己笑 因為呢 因為我們講的靈感 嘴角上揚呢 你的陽氣會提升 陰氣就會下降 好運就會來 是 人家說你如何生活 生活就會在你的臉上 如何的雕刻嘛 沒錯 那生的漂亮是優勢 那活的漂亮是本事 沒錯 太有道理了 真的,真的 他們講得很好 所以我今天在姐妹們身上 我也學到了 我覺得就是要轉變心念 然後選對東西 就會心開運就轉了 是 也希望大家今天看了我們節目 有一些小收穫 當然記得看節目 掃個螢幕下的QR Code 就回答小問題 就有金美禮物送給你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姐妹亮起來 下次見,拜拜 拜拜